各位业界谢谢大家 我是康苏科技陈光 今天很开心的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康苏投入减碳的一些经验 联合国气候峰会刚刚结束 整个地球的环境还在恶劣当中 这当然包含了地球温度还持续的上升 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也持续在加快 极地冰的流失速度也加快当中 这显示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努力空间 虽然峰会的结果低于很多人的希望 但是也有一些超出预期的发展 这当然包含了全球甲烷的承诺 以及零探车的承诺 森林营土地的利用宣源 以及蓝煤电厂淘灾等等 而在各国的禁领目标上 目前已超过了130个国家宣示或规划禁领目标 和几个主要的国家的禁领的目标 都落在2050年到2070年之间 但这样看起来其实这个速度仍然不够积极 我们需要一些更积极的行动来支持我们地球 人类自从1850年已排放了2.5吨的二氧化碳 带来了1.2度C的升温 依照目前的状况落在1.5度C的目标的转盘量下 我们仅仅剩下15%的额度 这也是我们必须采取更积极目标的主要原因 虽然各国有其政策跟压力 但是产业在禁领策略的推动上 其实是非常的积极 除了Apple已经宣告在2030年将对供应链和产品 做100%的探送额外 包含微软、IBM、Google、Facebook 其实也都定领了2030年的一个目标 而我国的护国神山台积电也承诺要在2050年达到100%的再生人 目前整个国际的检碳组织及倡议 包含了R100推动100%的再生人 SBT则协助储企业透过科学的方式设定符合1.5度C的检碳目标 EB100则推动100%的电动车 而由阿玛隆所推动的气候宣言则承诺于2040年提前达到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 较原定的时间提早的时间 而台湾为了响应整个国际的趋势 其实也有相当多的企业与组织一起来推动相关的参与 其中包含了R1时辰时推动再生人员 以及台湾气候联盟 以及台湾晋零联盟等等 而政府其实也正积极地导入相关的碳环理政策工具 从早期的温室气体减量及管理法 到后来修订为气候边界因应法 再到再生人员发展条例里面的用电大户条例 这些都是我们企业应该要去配合以及因应的一些策略 接下来我们说明一下康苏在减碳上执行了哪些 而我们因应减碳的路径为 康苏的愿景是提供捷径高效能源的解决方案 成为永续正循环的能量 我们希望我们在企业发展的同时 也能为地球带来正循环 带来一点力量 康苏和大部分的电子业相同 最主要的排放来自于能源的使用 而其中90%以上都来自于电力 所以我们在整个减碳策略上 将重心放在能资源的管理上面 在能资源的管理上 我们又再把它分成六个阶段来进行 从订定管理框架开始 再向下延伸到管理策略 再展开到各个行动方案 最后透过各项的管理系统 来认证各个工作的执行效能 最后接轨国际的GRI、SUSB、PCFT或是SBT 最后希望可以逐步走向进行探牌 在管理框架上面 我们呼吁联合国SDGS 选定了适合康苏发展的几个延续发展目标 同时我们也导入了SBT 以及配合公司治理3.0 永续发展蓝图ESG 而管理策略当然就包含了 所谓的气候变迁风险 以及调示、能源减碳策略 温室气体和能源管理盘查 以及废气物管理、水资源管理、化学品管理等等 展开到的节能目标方面 我们就当然就包含了节能目标方案 减费以及回收、能源使用盘查 耗能设备态换 化学品仓的管理、全员的教育训练 产品绿色循环以及再生能源的使用 最后透过系统及效能认证 包含了8 ISO 14046、ISO 14060 以及ISO 1001、ISO 45001 以及ISO 5001 以及UL 2799 最后透过各项产品的效能认证 来检视执行生活 康苏这几年在检探上也配合了 国际气势做一些调整 除了CTP碳阶段 我们将所有的范畴 扩展到全球的厂区以及所有的子公司 同时我们也扩大了再生能源的使用 除了自射太阳能发电以外 我们也开始评估采购绿变或者是停征 明年我们于碳水启用新厂区也是符合台湾绿建筑标准的一个智慧大 而我们也希望在明年也可以通过SBT的一个目标 然后在这个路径下在2030年趋近于碳中和并达到2050年达到清零碳排的一个目标 在碳管理的路径上 接下来我说明一下我们的碳管理的路径 以及SBT的一个路径 第一步当然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精准的一个盘展 然后能够精准的并释出排放的热点 再透过SBT的一个方法学 来订定科学的一个减碳的目标 最后考量整个营运的策略以及合力化 来分配这些目标量 在这个架构下 我们希望在范畴一以及范畴二 透过自主减碳以及再生能源的部署 来逐步减少碳排 在范畴三的部分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效能 产品效能的一个提升 以及永续供应链的一个管理 来针对整个供应链的一个盘查以及降低 最后我们希望透过采购绿电 以及购买绿色的碳排 来做一个最后达到最后的目标 然后在完成之后 我们希望可以持续的改善 以及追踪这个循环 然后达到进了一步 达到整个静零碳排的一个目标 基于科学基础减量目标 以达成全球一致暖化的 1.5度C的一个基础下 我们在范畴一以及范畴二 预计在2030年相较于基础年 减少40% 然后我们希望在2035年 可以减量达到63% 每年绝对减量的目标将会达到4.2% 除了达成公司所要求的应用目标以外 其实在减碳上面 我们也希望可以达到 依照这个路径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减碳目标 在范畴三上面 我们预计设定在2030年相较于基准年 减少39% 而在2035年达到减量52% 而每年减量的平均可以达到3.9% 在净零排放的策略上 我们将重点放在减少排放 的方式来达成 在能源管理上面 我们也有些实力来跟大家分享 相信大家应该在照明上 也都逐步在态换一些LED的分距 来降低能量的耗盛 然后并且加入一些智慧的控制 而空调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一直整个能源的一个使用热点 相信大家应该都不是太陌生 透过一些高效变品主机的一个更换 其实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成果 在动力方面我们配合整个产品特性 我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设备 叫做ERG Energy Recycle System 这个设备的运用就是透过 是我们在产品测试或是烧机的时候 会做大量的能量转换 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 但是我们把这些直流电再回收 透过这套系统再转回交流电 再转回到我们的整个的生产设备上 那持续的循环使用 去降低整个能耗的一个浪费 而在用水方面我们采用了很多的节奏设备以外 我们也导入相当数量的数位水表 进行异常的监控 以及检修避免无效的浪费 那当然谈到数位化的监控设备 我们也导入了相当多的数位电表 作为我们监控整个厂区用电 或者是工厂办公室用电的一个监控工具 那希望透过这些设备的一个监控 可以找到一些热点 其实就像你一条丝毛巾一样 一开始水不很多 所以我们很容易挤出水来 但慢慢能拧出的水 其实就越来越少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开启去思考 导入其他的工具来分布 而采用绿电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棒子 目前整个绿电的成本 仍然是比轨电来高的很多 而电费其实也是 大部分公司重要的成本之一 所以采购绿电 其实第一步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取得 高阶的共识与支持 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我们的做法是 我们透过跨部门小组的成立 来进行相关的绿电评估 那这个评估当然就会包含了 制设或者是对外采购 而制设或对外采购 当然也会 因为公司的厂区包含 除了台湾 中国以及东南亚以外 都有设定厂区 所以说这部分可能要再考量 当地的法规环境 而绿电的使用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它牵涉到我们的成本 所以我们也要思考 未来的营养策略 按年去设定绿电使用的一个目标 最后再来决定 到底我们是要做自发自用 或者是透过绿电评证的采购 或是透过CPVA来采购绿电 然后最后 尽对整个绿电的采购 做营运的财务影响分析 以及绿电的达成力 以及去符合客户的需求 以及永续品牌的一个效益 那就目前的经验来讲 整个东南亚地区 有相当多的国家 在绿电及相关法规尚未完善 所以在导入绿电之前 可能要对工厂所在的国家 去做一些前期的一个研究 以及分析 才有办法顺利的在当地采购到绿电 或是装设自发自用的一个绿电系统 最后康苏基于相关的绿电策略 逐步建制了太阳门电厂 提供集团成员有一个充足的绿电 其中包含了 我们建制的包含了6.12MW的五顶型太阳门 以及63.36MW的一个水面型太阳门 以及51.1MW的地面型太阳门 我们目前累计建制太阳门电站 已经高达了119.55MW 这个电量 可发出的电量可供3万多个用户 大概一年的使用 以上是康苏在投入减碳的经验的一些分享 也期待减碳的路大家可以一起来 减碳的路相当艰辛 但是有大家一起走 成效绝对会加倍 而且不负担 谢谢大家